你知道张义有多少镜头被背影当成教材了吗 第一个 鸡毛飞上天 他在剧中扮演的陈江河 是一个找了爱人八年的男子 就在他面临绝望的时候 突然在对面火车上看到了爱人 张义的第一反应是没有哭 更没有喊 而是喘着气 使劲地向前看 他害怕自己看错了 张义就在身体探出窗外 想喊出爱人的名字时 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喊不出声音了 这是因为人在过度激动的时候 控制不住声带的发声 不少人看到这一幕立马就去追剧了 张义这一小段的镜头看似平常 却把人真实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 第二个 士兵突击 张义在剧中是个准备退伍的老兵 在当兵的最后一天 他向上级提出要求 想亲眼看一下北京的天安门 坐在去首都的路上 张义一开始笑着 突然下一秒就绷不住了 上级想上前安慰他 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只好在张义的口中塞了一颗糖 没想到他咬着这块糖 竟然秒变小孩的神态 倚靠着上级的肩膀就哭了起来 这段镜头很经典 张义将一个男人纯真的悲伤演了出来 让观众卡完难以忘怀 第三个 秀春刀修罗战场 张义在剧中是个身陷权力泥潭的锦衣卫 身旁有个很忠心的师妹 他却一直热心于草党之争 从未在意过师妹的爱意 临死之际才转身看了一眼师妹 伸出手想摸一下她的脸 但她还没碰到就奔赴战场去了 在那个没有人性的世界 张义留下最后一点的人间温情 就在这个动作之中 抖音